八卦山红土台地生产山药与凤梨 最近正是山药生产期 在山上可以看见挖山药采收的热闹景象 在民间乡种植大量山药的南投县农产品加工合作社主席杨常伟表示 今年气候异常 民间山药减产约一到两成 但品质仍然超优 只是民间与方院产区的收成壮齐 导致量产集中 价格低迷 农民苦哈哈 县议员曾正妍关心农民受益 他肯定杨常伟主席的用心种植山药 每根山药都又粗又长又一枕高 趁这个时机可以多多购买山药 也希望有关单位加以思考加以推广 帮助农民增加收益 杨常伟先生 他就是做这个山药 他的山药有的特色 真的很少穿 他免购买这么多 他都差不多人多 这年大高 这年大高比我们的特攻要高 一家都相当的要10多公斤 用说很佳用心 会有料理 会有党质在乎的人 好好的加工 用说有的色香味俱全 山药可以好好的提供 让南岛官民 我们的乡亲 过来又有更好的生活 民间乡八卦山红土台地 适宜种植许多优质农特产品 山药目前正值盛产期 却价格低贱 县议员曾正言 呼吁消费者 可以趁这个时候 多多采购山药使用 烹煮美食 也希望相关单位 协助农民推广 或加工优质农特产品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